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只能整宿整宿的看开蹦视频解压 这正好跟之前的新闻全对上了 之前张子怡就在节目上说过 她喜欢看开蹦视频 还亲自在节目中演示怎么开 汪峰也说她买了80多个蹦回家 这是当时还上了热搜 掀起了一阵开蹦热 但谁能想到背后还有这层原因 姐姐这爱好竟然都是被姐夫逼出来的 今年4月份张继科欠巨额赌债 拿前女友景田撕密照抵债的事曝光 评论区也有不少网友留言称 曾多次看见汪峰跟张继科同在澳门赌场 汪峰的前任葛惠杰也曾在直播时爆料汪峰爱赌 还表示心疼张子怡这些年为孩子忍受太多了 实际上张子怡这些年却是为孩子付出了很多 据说张子怡跟汪峰就是相识在赌桌上 汪峰曾机缘巧合 在赌场帮助了一对被人作举的老夫妻 而那对老人正是张子怡的父母 只是张子怡大概没想到 他跟汪峰成业赌桌 伴也赌桌 2015年也就是在张子怡跟汪峰结婚的同一年 同一时期汪峰跟娱乐圈著名的狗仔卓伟撕起来了 两人还公开打了一场官司 其因是卓伟给汪峰起了个外号 赌谈先锋 还编了段讽刺意味拉满的顺口流 赌谈先锋我无罪 应谈后麻君又情 汪峰很生气 直接把卓伟给告了 说卓伟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索赔两百万 结果呢 结果有点搞笑 出审时法庭的意思很明确 汪峰曾多次在境外赌场活动 还被多家媒体报道 所以汪峰不仅败诉 还承担了一万大洋的诉讼费 面子里子丢了个干净 汪峰不服提起上诉 终审时又被爬爬打脸 终审时法庭表示 汪峰虽否认在境内参加赌博 但没否认在境外参加赌博 所以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 而2015年张子怡嫁给汪峰的这一年 只有36岁 这个时候算是他事业的巅峰时期 2013年拍摄的内部一代宗师 让他收获了国内外观众的一致好评 不仅仅是观众 业内也对他评价极高 光是一代宗师这一部电影 他就获得了金马奖 金像奖 百花奖等多个奖项 加上之前获得的奖项 他集起了华语影坛五大奖的 九座影后奖杯 对那时的他而言 国际章绝不再是嘲讽 因为他名副其实 可惜集起了九座影后奖杯 他也没能召唤神龙 在嫁给汪峰的八年里 他从国际章变成了醒醒妈 张子怡被拍陪女儿逛公园 从2015年到2023年 张子怡产出的作品少得可怜 大家可以说是大环境不好 也可以说是这些年资本 更倾向于男演员扛大旗 但主要原因 跟张子怡将生活重心向家庭倾斜 不无关系 这八年间 他给汪峰生了两个孩子 跟汪峰和前妻生的女儿 也相处得极好 还称其为我的大女儿 都说后妈不好当 但在互联网如此透明的今天 都只有人吐槽张子怡的演技 私生活 却没有人吐槽他跟妓女的关系 可见张子怡确实如汪峰前妻所说 为孩子们付出了很多 如今两人已经离婚 儿子归了张子怡 女儿归了汪峰 今年九月 两人最后一次被拍到聚餐 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合体 只是曾经说着 你的爱给了我所有的两个人 匆匆相聚 又匆匆分开了 一周前 汪峰称在准备元旦新专辑 有人看到封面和文案 猜测他是不是后悔 跟张子怡离婚了 可是现在后悔 还真的有用吗 多少年轻男女演员 结婚生子就像走个过场一样 他们匆匆忙忙结婚 又匆匆忙忙离婚 然后又马上继续拼事业 可张子怡对这段婚姻 明显多了几分认真 如今他能潇洒抽身 投入新的生活和事业 大家也真心为他祝福 唯一可惜的 大概就是无论他跟汪峰 到底为什么分开 又没有经济纠葛 又到底会不会和好 我们大概无保数的瓜可吃 其实张子怡自打架给汪峰以来 一直就备受吐槽 很多网友都觉得汪峰配不上他 但他本人貌似并不在乎外界的说法 张子怡之前谈的男朋友 虽然都是富豪 但每一个都很抠 不太舍得给张子怡花钱 导致他心里十分不爽 认识汪峰之后 虽然他是三婚男 生育也不太好 但他却超级舍得给张子怡花钱 也利用这一点迷惑住了张子怡 当时张子怡的爸妈和哥哥 都不同意这门婚事 还有传闻说 张子怡的哥哥嫂子 打杂了他们的求婚现场 这件事被爆出来之后 张子怡的哥哥在朋友圈 发了很长一段话 短短几句话就点名了汪峰的为人 十分犀利 奈何张子怡铁了心要价 一家人也只能妥协 汪峰变成了张家的女婿 后来还征服了张子怡爸妈的心 婚后汪峰确实表现得不错 对老人和孩子也很尽心 张子怡觉得自己没有嫁错 一度以为自己就是汪峰的爱情终结者 但是婚姻并不总是像童话般美满幸福 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们的感情似乎遇到了一些麻烦 又报道称 汪峰和张子怡在婚后的生活中 存在着诸多摩擦 首先作为两位明星 他们的工作安排十分繁忙 常常长时间分隔两地 这无疑给他们的婚姻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也为他们的相处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 双方在性格和价值观上也存在差异 张子怡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性 她对事业的追求和个人的自由 一直是她生活的重心 而汪峰则是一个感性浪漫的艺术家 她对音乐的热爱和创造力 占据了她的生活 这样的差异可能在婚后逐渐显现出来 导致了双方的冲突和不满 之前就有消息称 汪峰和张子怡 曾多次尝试通过沟通和婚姻辅导 来弥补他们之间的问题 但似乎效果不佳 婚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她需要双方的努力和理解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双方都付出了努力 婚姻仍然可能会走向破裂 并且谁能想到 这哥们私底下玩得那么花 特别是赌博这件事 不管汪峰怎么洗白也白搭 因为有太多她坐在堵桌前的照片了 互联网的记忆她压根抹不掉 还有汪峰的前任葛惠杰 也曾在直播时打爆汪峰的猛料 说她很喜欢赌博 绿胶不改十分上瘾 而她的前妻康作如 则在离婚时毫不留情地 怒斥过汪峰的花心 出轨这一点上 汪峰也是老手了 现今张子怡整装待发 要努力拼事业了 而汪峰也准备在元旦发新歌 只是不知道网友们买不买账 当然狗仔并未点名说 这对离婚顶流夫妇 就是张子怡和汪峰 网友们暂且吃吃瓜 就当茶余饭后的笑料了 不过也有网友觉得 张子怡和汪峰 并不算娱乐圈的顶流明星夫妻 一个是演员 一个是歌手 人气并不算高 跟狗仔透露的信息不太符合 应该可以排除了 特意上网搜了一下顶流明星 大多都是偶像艺人或者小鲜肉 几乎都是单身 也没发现汪峰张子怡的名字 另外 狗仔没有说明离婚的具体时间 到底是很多年前 还是近期发生的事情 况且也没指名道姓 有如大海捞针 根本无从猜测 其实娱乐圈离婚的明星有很多 然而双方都是顶流艺人的夫妻 貌似真的找不到 网上的爆料未必可信 希望大家理性吃瓜 现在的狗仔爆料感觉不太靠谱 完全就是语言需求 连照片都没有 更别说实锤了 全凭网友猜测 是否为了博焰球不得而知 近几年 这些离婚的明星们 明显都变得理智了 可能他们也看多了那些互撕互彩 在网上闹得不可开交的夫妻 每一个友好下场 就像这次 虽然爆料说的有鼻子有眼 就差照着念当事人身份证了 但也仅仅是爆料而已 就是苦了我们这帮吃瓜群众 好好的娱乐圈 不好好履行娱乐大众的任务 有网友更是直言 这样的行为是否是为了谋取风口费 在每一次的狗仔爆料后 往往都是一片猜测声 而事实真相却很难真正被揭晓 上次的二字影地瓜也是如此 让人怀疑这样的内幕是否真实存在 还是只是一场炒作的伎俩 对于这样的猜测 有网友提出了一种看法 认为如果不能够说出明星的名字 就别再曝光这些内幕了 毕竟这样的报道 很容易对无辜的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每次都在猜猜猜 似乎成了一种娱乐方式 但这背后是否隐藏着 更多不为人知的利益交换 却是让人神思的问题 这到底算进步了 还是退步了 来吧 跟同一种娱乐方式 是什么 就是墨线 你是什么